第七十四届 嘎拉电影节 因为是异后的第一个线下的电影节 当然不能这样讲了 上海电影节应该是第一个 但是上海电影节的影响力 没有嘎拉电影节那么强大 但是嘎拉电影节终于在经历了 这么几天的展映各种活动之后 于今天闭幕的最后的成就 当然就是第七十四届 甘拉电影节金钟驴奖的颁奖活动 法国女导演朱利亚迪诺 凭借其第二部作品《泰》 获得了最佳影片金钟驴大奖 这个奖是最大的一个奖 在颁这个奖的时候还出了点状况 因为这一次评委会主席是美国的著名导演 叫斯拜克·李 斯拜克·李在跟主持人打趣的过程当中 误解了主持人的意思 提前爆出了 本届金钟驴大奖 获得者是泰 结果这就引起一场的慌断和骚动了 主持人忙忙打断说 不是这样的 别慌 别慌 没有办法 最后呢 斯拜克·李说 哎呀 我搞砸了 我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解释这个事情 对不起大家 所以这个大奖的颁布的活动 有时候想玩一点悬念 玩一点悬须 结果被有些人呢 他不理这个其中的道理 提前给破了 这也是蛮搞笑的一件事情